上座經典動畫《忍者哈特利》的作者 藤子博勒熊A在自家逝世 也象徵著藤子博勒熊的時代正式告一段落 藤子博勒熊A與《哆啦A夢》作者 藤子F博勒熊是兩個不同的人 他們是國老同學,1954年兩人一起前往東京 共用《藤子博勒熊》這個筆名出道 他們最知名的共同作品是1964年的漫畫《小鬼Q太郎》 同年,藤子博勒熊A開始自己連載《忍者哈特利》 1970年,藤子F博勒熊開始創作《哆啦A夢》 一直到1987年,兩人正式拆夥 筆名也各自加上了英文代號 2001年《忍者哈特利開》在台灣播出 《你你》還有各種人數,一直是我們童年回憶的一部分 今天,就請大家在留言區一起緬懷下藤子博勒熊A老師 並分享你記得最好笑或最有趣的人數吧!